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不开心 觉得好累 其实一个人心烦 心累 感到压力大 都是很正常的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及时疏散这种负面的情绪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累的时候 看看这几句话 你会释然很多 一 别要太多 知足常乐 先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天使的翅膀被偷走了 他哪里都去不了 站在村口无数的哭泣 牧羊人看见后 带他回了家 给他准备了可口的食物和暖和的衣服 并对天使说 如果你没别的事做 就留下和我一起放羊吧 天使留了下来 每天梳理一些羊毛 一段时间以后 他治好了一堆翅膀 他可以回天堂了 恋性前 他问牧羊人 你有什么愿望吗 作为打戏 我将满足你 牧羊人说 那就给我增加一百只羊吧 他得偿所愿 可他发现 羊太多反而成了他的负累 他甚至没有时间 躺下来晒晒太阳了 于是 他请求天使把羊输回 改换成一间大房子 天使再一次满足了他 牧羊人住进了大房子 可他又一次发现 打造起来真的很麻烦 他似乎被困在了大大的房子里 他只好再一次请求天使 把大房子换成一匹马吧 可当他如愿以偿骑在马上 他却不知该去往何方 天使问他 那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牧羊人说 没有了 天使又问 人间还有很多金钱名利 你确定都不要了吗 牧羊人回答 其实这些东西 我并不需要很多 当我拥有了太多 反而变成了一种负累 所以 我都不要了 最终 他爸妈也交还给了天使 重新做回了那个快乐 安逸 又善良的模样人 天使离开前 对他说 你已经有了最难得的无价之宝 那就是知足 知足天地宽 坦德于之外 学会感恩 懂得知足 才能心胸开阔 依然自得 还记得那个视频吗 夜幕里 一位头戴黄色安全帽 身穿灰色建筑工地服的男人 蹦蹦跳跳 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往前走 有一条热饼 让我印象深刻 是这样说的 他心里可能在想 今天工作忙完了 我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 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然后可以好好睡觉 做个美梦了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希望大家都开心啊 生活露出胸痕的疗痒 他却用可爱的舞蹈应答 才跟谈略说 都来眼前是 知足者先进 不知足者反进 意思是 对生活满足的人 会像神仙一样快乐 对生活不满足的人 永远无法逃出欲望的困境 其实幸福生活的标配很简单 就是知足 做人切记谈心 知足才能常乐 二 皮爱太满 气氛足矣 前天晚上 朋友阿南给我打电话 我刚接起来 就听到那边 隐隐有抽气声 脸声问他怎么了 电话那边传来了嚎啕大哭 赶紧开车到了他家 一世婚案 久期寻贴 阿南回到沙发前摊坐下 整个人都像失去了惊喜声 他说 他走了 婚不解了 就这样了 他们已经在一起五年了 本来打算年底结婚 却没想到这一段感情长炮 倒在了终点前 阿南哭着跟我说 他这两年工作很忙 我就辞掉了工作 想着可以专心照顾他 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饭 给他准备午饭 我们打算明明要孩子的 所以我希望他戒烟戒酒 中午我主动跟他开始比 就是怕他又偷偷地点外卖 或者偷偷抽烟 我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围着他转 可他说 他说够我了 他反复地问我 我那么爱他 为什么他要离开我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恰恰就是这句话本身 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失去分寸 恨不得把爱 把心意 把分分秒秒全都给对方 却忘了 反适当有度 不禁难承 过之易者 爱太过 对内容一杯鹅扑火 对外容一变成压迫 到最后 赏得还是自己 就像荣耀时刻艺术中写的 爱的太马 是一种过分的关注 不仅容易给对方带来压迫感 更容易忽略掉自我的感受 甚至丧失自尊 把爱都给别人 非但不会得到珍惜 还会枯萎了自己 不爱己 何以为人所爱 先爱自己 再爱别人 如果爱有十步 你走七步足矣 值得的人 早已在飞奔而来的路上 三 别睡太晚 别总熬夜 十七岁的高中生 兰迪 亲身做了一项事业 连续熬夜十一天 来观察人体 对于熬夜这件事 会产生的反应 熬夜的第二天 她的眼睛停止了聚焦 手掌无法通过触摸 分辨失误 熬夜的第三天 她变得焦躁不安 反应迟钝 实验结束时 兰迪已经熬夜了十一天 她的记忆力出现问题 甚至还产生了幻觉 人本来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物 可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晶天 好好睡觉 却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做不完的工作 忙不完的应酬 刷不完的朋友圈 追不完的历史剧 都成了睡眠的阻碍 但是 熬夜对于人体的损伤 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看过一条新闻热搜 23岁女子 心脏停调三天后 进其机制语 她因为胸闷 被紧急送往医院 不久 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好在经过抢救 她终于生还 但这起意外背后的理由 却引人深思 医生说 她是一个上班族 每天朝九晚五 工作时间很规律 而且女子也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身体素质本应不错 但她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熬夜玩手机 几乎每天都要到凌晨一亮点 就这样 免疫力不断下降 引发了新基业 才被送上了抢救台 奇葩说 变手秋枕患癌后说 死亡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 你熬的每一次夜 其实都是对自己健康的折子 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个义务 那就是守护好今天健康美好的自己 然后完整地交给第二天的你 人生到最后 拼的是健康 早点睡觉 养好身体 你就已经是最大的赢家 花看半开 酒饮未絮 此中大有加趣 别爱太马 气氛足矣 留下三分滋养自己 别睡太晚 早睡早起 为的是健康自在的自己 不要太多 修减欲望 制作场乐才是幸福的真谛 往后余生 和谁在一起舒服 就和谁在一起 去过让你开心的生活 和值得的人在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世上没有那么多 该你劳心上身的人和事 爱极者方能为人所爱 别爱太马 别睡太晚 别要太多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临眼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